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北台灣跟中台灣的觀眾朋友 應該明顯的感受到了雨勢了 在畫面上你看到了 中台灣的觀眾朋友 上了國道之後發現 天啊 這個雨也太大了吧 變成了瀑布一樣 而且氣象局預報說 最長雨還要再下五天 但是現在極端氣候全球都在影響 包括台灣 包括其他地方 有的地方是熱到暈倒了 我要請教學偉哥了 這場氣象戰 電影當中演的要成真了嗎 其實今天清晨的時候 七點多的時候對不對 這住在中部 尤其苗栗台中彰化這一帶的民眾 你只要一出門之後 你就發現說 那個雨真的好像影響的你知道嗎 尤其在這個國道你看 那個什麼氣象局 就對這個地方 這些地區有沒有 發布了那個什麼 即時強降雨的那個預報 你真的看這個畫面你看 連國道的畫面有沒有 你車子開上國道之後 你會發現說 這個國道變成瀑布一樣 對不對 我這個雨刷怎麼刷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雨水來 真的速度速度 所有的車輛都放低速度 這就不像你平常國道的速度 為什麼 因為真的很恐怖 你那個煞車也危險 視線又不清楚的話 那只能打開大燈 可是大燈說清楚 照明有限 對 說清楚 所以你看這個雨來得又急又快 怎麼會出現這麼大的雨 其實跟極端氣候有關 那我們看一下說 除了台灣這樣 其實最近廣東 也是被雨炸 炸到實在是有點誇張 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深圳有沒有 這個下大雨 雨來之前有沒有 整個天氣 你看烏雲逆附 你看 一夕之間 他們講說真的是 一秒變黑暗 一秒入夜 對不對 你看這個雨要下來之前 整個天氣 本來是白天 突然間 你看整個城市 整個深圳有沒有 一秒入夜 全都跟晚上一樣 大家就講說這種感覺 世界末日要來了 怎麼會有這種景象 真的像電影裡面 演的那種風雲變色的感覺 對啊 那個白皺就 突然間就變成黑夜 大家就心裡就很慌 到底是什麼原因 後來原來是那個雲城太后 因為雷雨包那個雲城太后 如果一蓋過來之後 你看連那個小鳥在天空飛 都這麼很恐怖 怎麼會白天 明明是白天怎麼會變黑夜 對不對 而且很多學生拍下來之後 她就講說 只有深圳到這個 還不給我放假 對不對 總體氣 你還要出門去讀書 好 那剛才一秒入夜之後 你看 鮑魚就真的就淹下來 你看 我們看這個畫面 這個深圳 很多人還勉強 因為她送外賣 沒辦法嘛 對不對 外送員 她還是騎了摩托車 就在這個水裡面就開了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 深圳很多地方 你會發現 變得很多很多的 那個河流的感覺有沒有 到處都是淹水 那你說我今天行人要走 那個車輛要開了 你看這個開進去之後 換了這台車 這引擎敢不敢多 有可能凶多吉少 很多車子就丟在路上 你看 現在深圳地區 突然又會出現很多很多的泡水車 甚至還有你看 這個深圳有個男子 騎著電動車對不對 要怎麼辦 只能躲在這個電動車上面 這個水一來之後 他就坐在車上 跟著水流在水裡面飄 你看 對啊 你看 人家就講說 這個電動車突然間變成一個小帆船 小船對不對 這小船就算著這個河流 陸地行舟 就這樣跟著跑 可是他們就講說 現在還有一個廣告出來 他講說這個拼在有沒有 中國大陸的一個驕傲 汽車自製 汽車國產汽車的驕傲 他說廣東特大鮑魚對不對 可是他們仰望U8這型車 你看 他們講說 這賣相似準的你知道嗎 U8還可以這樣涉水喔 對 那個水你看 淹到引擎蓋都淹過去了對不對 他不怕 因為他說告訴你說 仰望U8最好的是 他們有一個防水系統 而且看裡面還可以浮起來 整個汽車在水裡面 根本不怕水 再大來都不怕 你看那個人還 之前他們還開著那個U8 在水裡面測試 你有沒有看到 你加整個淹進去 他說這個可以涉水 大概一公尺以上 那這最近賣很好 所以大家就講說 對嘛 你現在趕快把這個車子開到杜拜去 對 最近杜拜不是在驗大水 而且杜拜那些有錢人 看到這種車子這麼好 一定馬上賣爆對不對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這個極端氣候 除了說在台灣跟廣東這個地方 造成暴雨之外 全世界現在也出現很大的問題 對啊 對 你看這個南美洲的俄瓜多 俄瓜多其實這個暴已經延續了 大概段段去六個月了 半年啊 對 一直樓 一直樓 所以樓到這個很多你看 很多地方山地已經受不了 就引起山崩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已經很多人失蹤在裡面 根本就找不到人啊對不對 除了說你那個俄瓜多 洪杜拉斯也一樣對不對 都是在中南美洲嘛對不對 那我們鏡頭拉到這個肯亞 肯亞這個地方在非洲對不對 平常大家講說 非洲應該暴雨來的話 就是雨季 對 而且雨季很短嘛對不對 對 野生動物需要有一些水嘛 等等 哪知道這次雨一來之後 真的是嚇不完啦 你看現在那個車輛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對不對 之前還有一輛公車 五十幾個人 全部被衝走你知道嗎 公車五十幾個人 整輛車被衝走 幸好沒有造成傷亡 這些人全部都被救起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極端氣候 真的很舒服 剛才提到說杜拜對不對 在那個阿聯這個地方 你看 他們現在就用那個衛星空照圖 來做一個對比 這個阿布達比就是杜拜的首都對不對 是蓋在沙漠上你知道嗎 之前的照片就是暴雨前的照片 阿布達比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正常的那個 這是它的人工島對不對 反正飯店那個地方 飯店什麼的 對 都很清楚對不對 可是後來暴雨一來之後 他們在發現一個空照圖 怎麼突現很多藍色的地方有沒有看到 到處積水啦 這個藍色顏色跟海水的顏色是一樣的 不是平空跑出很多湖泊 因為這個大雨來之後有沒有 造成很多積水沒有辦法退 因為你本來在沙漠的地方 根本沒有什麼排水系統對不對 疫情求雨求得要死就不來 現在雨一來 他們本來就不注重排水系統 而且現在人越多垃圾越多 什麼東西 讓他們排水系統本來就消耗得不好 所以現在水突然一來 一天下了一年的雨量之後 就造成很多看起來很像湖泊的東西 其實我跟你講這些 極端氣候對不對 現在這個自然期刊就講 前面研究他告訴你說 這些有可能會造成極端氣候 造成很多地區的收入 會減少你知道嗎 影響經濟 對 當然經濟 因為活動力減低 而且這些災害造成了很多損失 他提出警告說 中東北非和南亞這個地方 可能是收入減少最多的地方 而且更誇張的一個數據 2050年前全球平均收入會因為 氣候變均減少多少 百分之十九 你如果把它換算是38兆美元 這不得了 這個是天文數字 我真的不會算 所以就是說這個極端氣候 帶來的問題多大 好 那我們極端氣候 你看這個印度有沒有 竟然有一個女主播在播新聞的時候 播到最後竟然當場昏倒 是不是太累了 還是過了 不是太累 因為那一天 因為他棚內的那個什麼 空調壞掉了 壞掉之後他就播… 開始整個蒼白之後就起來 你會發現旁邊的工作人員 趕快拿著新聞稿幫他散風 真的太熱了 撞不住 為什麼 印度最近的氣候飆到46度設置 你說人敢不住 撞不住 而且你看馬來西亞 附近的馬來西亞也是 這些溫度全部都高達 37到40度之間 很多民眾只能靠什麼 洗澡來降溫 睡到一晚睡不去 起來沖個涼這樣 可是我是覺得 那個水也是溫沌的 你沖了之後真的會降溫嗎 我也是覺得有很誇張 好 那這個更誇張的是 在南亞的這個孟佳拉 孟佳拉有沒有 高溫到43度 學校還一直 請定全國學校停課一週 太熱了 不可以去上課 不真的 而且他要求所有的醫院 要趕快做準備好 為什麼 因為可能會有很多人中暑 要急一中送醫 對不對 好啦 其實現在大家講說 全球異常溫度上升對不對 對 最可能危險出現在哪裡 竟然是在歐洲 歐洲啊 對 你看這個數據 是從1940年以來的一個高溫 每個月的每個月的逐月的那個溫度 變化的溫度有沒有 你看到2023年紅色這一條線有沒有 對 開始往上對不對 那今年不是到3月嗎 2024年 已經你看都破紀錄了 對 而且他們聯繫從這邊開始 10個月單月創史上新高 那這個來的話 經濟損失的話 我剛才講過說 包括這個溫度上升之後 接下來就是什麼 野火 熱浪或者是乾旱 造成所有的那個經濟損失的話 不可數計 人家講說這個可能 到時候對歐洲的經濟損失 會高達超過百億的歐元 好 今天的氣象專家 也在我們現場 哲聖哥要來告訴我們 我們剛剛看到了 中部的國道 哇 這個雨大到跟瀑布一樣 今天的累積雨量 是不是真的就在中部地區 是首當其衝呢 的確 像前天我們看這個封面 它就是從昨天開始慢慢靠近我們 那從南海那邊上來 上來之後 它的最主要的雨區 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部分 對 這都超過 有些都超過100毫米以上 大概幾個小時就下下來了 所以反正變成很大的雨 北部大概在中午的時候 也下了一陣比較大的雨 那這個封面的話 其實今天可以感受到 跟昨天的天氣不太一樣 比較涼快 等於說表示它的封面 北邊有北風下來 然後把它往前壓 把它推斷 我們等一下從下一張天氣圖 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到底還要再下多久 觀眾朋友很擔心說 我到底還要到公司 去上課的時候 這個鞋子還要濕幾天 這個封面大概 就維持到這個禮拜天 如果我們從天氣圖來看的話 這是今天 明天 剛剛講的這個 今天有一個分裂高壓 它開始往南邊推 所以會把它扯斷 等於說是吹北風的樣子 吹到台灣地區 那就變得比較涼快 之後的話 它剩的這一段 這段封面 它會往北抬 抬上去 就是到明天的狀況 所以明天的話 天氣會比較緩和一點 會有一個空檔 對 會比較緩和一點 那當然還是會 下午的時候 還是會下降雨 因為它吹的是南來氣流 那後面 到了禮拜五 禮拜六的時候 它又開始跟北邊 又結合在一起 又開始往南壓 這個時候會比這一波 還要大的雨 還要再更大 對 而且是中南部 因為它這一波的西南風 非常明顯 可以看到這有西南風上來 對 而且它馬上橫 就是從北邊壓到台灣的時間 也比較長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 禮拜五 禮拜六 一直到禮拜天這段時間 應該是四 五 這個是 對 五 六 這個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這三個時間 就是我們封面影響最大的時間 那中南部都要小心 因為中南部它的西南風 它會結合了中央山脈的 地形抬升的效性 所以會下更大的雨 那我們必須要 一直要到禮拜天之後 才會斷開來比較快 所以剛剛專家幫我們整理了 包括了禮拜四 禮拜五跟禮拜六 尤其是在中部地區 中南部的觀眾朋友 要特別的當心了 一直要到禮拜天 才有可能來做趨緩 是嗎 對 對 對 你看這個是氣氧局做的 昨天做的這個 後續的這五 六天的預報 也就是說今天是禮拜三 明天禮拜四 然後今天的狀況 它其實做的這個預報 因為昨天做的 昨天 今天實際上 還比這個範圍再大一點 沒錯 還強一點 然後實際上這個 到了禮拜五到禮拜六 這段時間就最嚴重的 中南部你看這邊都紅色的部分 尤其是這整塊 北部的話還是會下雨 還是要小心一點 然後到禮拜天 才會稍微緩和一點 一直要下到禮拜一之後 後面的話下個禮拜 還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現在這個春天封面 大陸那邊一直都有一些 這個對流雲氣 所以還是會再出來 那我們後面還要再去觀察 特斯拉公布了第一季的財報 哇 這個營收下滑了 但是很奇怪 股價竟然是開始飆漲了 中博哥 難道馬斯克他找到藥方了嗎 你知道第一季的財報一公布之後 他們說看到只有兩字 慘淡 慘淡 可是很妙 有時候就是這樣 股價常常是利空出鏡 它一慘淡 結果股價非常反彈 對 原因其實不是只有利空出鏡 還有就是 因為馬斯克說得非常經典的一句話 你知道其實過去 我在這節目當中跟大家聊 馬斯克一直說 Robotaxi八月間 很多人就以為說 所以你是不是寄望以後 特斯拉的獲利全部來自於Robotaxi 是嗎 那你便宜的 平價車款到底還要不要做 馬斯克現在講 我沒有說不做 畫面當中你看到的Model 2 也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平價車 它還是要做 而且不但做 而且他還講 他說我就提早了 你們都說我不做 我現在不但要做 本來還是說2025年年底才會出現 他說最快 2024年就亮相亮產 搞不好最遲2025年的年初 就有機會了 就有機會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特斯拉它未來的獲利會有哪些 我剛才有提到了 包括你平價量產車 這打一劑強行針 還有我們所有Robotaxi八月間 另外就是它不是還有一個 新創公司叫SAI 那還有一個就是 剛才說到的特斯拉的 Optimus的人型機器人 所以你看之前不是他一直在講嗎 說你馬克索伯克 不要一直在邊緣化我 什麼你H100 回答的H100系列晶片你最多 我也不少 我的SAI加特斯拉也不少 結果是要告訴你 我現在試管齊下 我全部都要做 我全部以後都要賺 你知道他這麼一說 我不知道外貨分析師買不買單 可是很多散戶買單 很多特粉也買單了 你看他們砸多少錢 59億 趁現在特斯拉的股價 如果以之前140級來講 他們認為現在是逢低買進 你看不離不棄始終粉絲 而且這樣的買金額什麼概念 它超越了大家去買到 像是Google 蘋果 亞馬遜 微軟 輝達等這類的股票 他們買特斯拉竟然買最多 那講到特斯拉 大家總是會拿來跟保時捷做對標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樣比是不公平 因為電動車去跟傳統油車的保時捷 911來比的話 是不公平 但馬斯克覺得很愛這樣比 因為他認為這樣有噱頭 很簡單 對啊 我就是去校正那個最 市場上 最厲害的 應該講最有神主牌 最有那個地位的911 你看以Model 3 Performance為例 其實我們都曉得Model 3 Performance 多少錢 5 6萬美金 可是它的0到100 國外叫0到60英里的加速 多少秒 2.9秒 如果換算成0到100公里的話 大概3秒台 我們俗稱叫3秒台 那保時捷呢 保時捷就有911 現在最新的系列是992 在992裡頭的入門款 還要超過3秒 馬斯克聰不聰明 我就緊咬你911 來做這樣的行銷 好 可是呢 這時候呢 喊著喊著 喊太久了 有的人就覺得 不然你乾脆來場 男人的對決 對 你不要拿電動車 去對標人家的油車 我們拿台康跟你的特斯拉 電動車 電動車 那怎麼對標 觀眾朋友 我們該怎麼對標 當然你就必須要把台康 保時捷的台康 跟特斯拉的Model S Plaid Model S Plaid 以前在紐柏林的北環賽道 我們俗稱綠色地獄 跑出了很好的成績 所以很多人就說 在這邊就是餘量情節 台康對上Model S Plaid 台康這次派出什麼 派出的是他們旗下 目前最新的一款準備要量產的量產車 叫TICON Turbo S 外加Sport 我再講一遍 你看到Turbo已經很棒了 Turbo還S S還Sport 好 結果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是他3月最新公佈的 他跑的是紐柏林北環賽道 俗稱綠色地獄 結果他跑出幾秒 他跑出了7分05秒 有沒有看到 7分05秒 什麼概念 來 目前在這個綠色地獄的賽道 跑出最佳成績的 是克羅埃西亞的一個 我們說的電動車 叫Navera 但是他沒有量產 所以他不能說 他只能說他是全世界最快電動車 但不能說他是量產中的最快電動車 沒錯 現在大家都一直覺得 那可能就是Model S的Play的 結果現在TICON Turbo S Support 來 我再講 粉絲暱稱他叫TICON Turbo GT 至於以後會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 因為他現在就還沒有完全量產 但如果他們說真的照影片當中 你就是原廠沒改 到時候量產出來也就是這樣的話 那他就贏 他就贏Model S 贏幾秒 贏19秒 因為Model S Play的要跑7分25秒 要很多 那國外呢 國外我們知道有一個知名的YouTuber 他常常做Drag Race 大家有在看 他們就把TICON一樣 也是跟Model S來做對標 其實Model S你車就比較輕 然後他的馬力又 對不對 動不動就幾百匹 甚至Play的還上千匹 所以大家都覺得TICON會輸 那我們就以他當時Model S對標 TICON的TICON Turbo S 結果出乎意料之外 你看那個YouTuber 我常看他的影片 結果後來起步的確是Model S厲害 但是人家中後段 保時捷的TICON Turbo S就跑贏Model S 還有一個 比不是只有比0到100 你還要比煞車距離 結果他在最後各項之後發現 怎麼連煞車距離照到你 可能應該Model S車比較輕 他會贏的結果也沒贏 其實有時候想講 傳統車廠還是有他傳統車廠 造車的工藝 我們以紐柏林賽道為例 你又不是只有比速度 比加速 你比0到100你當然厲害 可是你在紐柏林賽道 你還要操控 你還要懸吊 你還要煞車 你還要過彎 所以重上所述 今天有很多支持傳統車廠 造車工藝的人 他還是會選擇買台康 比方說誰 比方說我開所說的 這些粉絲有沒有 他們不是說現在要投資 要投資微軟嗎 微軟老闆他就開我們所有台康 他當初怎麼評台康 你看他也是台康的粉絲 他本來就很愛 他講 其實我覺得 比我剛才講的也有道理 就是說你知道保時捷 有要給人的印象 或者是保時捷其他任何的車款 給人的印象是什麼 引擎的轟隆聲 然後那踩下去 有沒有 水平對外引擎 可是你對於保時捷 這樣的一個 我們說傳統車廠 做這樣的一個特色 你突然出了一個電動車 你習慣嗎 結果沒想到很多人 去開電動車 因為他這電動車裡頭 也有電動 這樣的跑車音效 模擬跑車音效 再加上他的操控 比比在 就是我們所有的這些豬員 你跟其他的新銳電動車品牌來比 你就是會覺得傳統車廠 比較對味 尤其稍微有點年紀的人 五 六年級 甚至四年級生 所以比爾蓋茲說 最後他選擇了台康 觀眾朋友 你會怎麼選擇呢 好 這次接下來看起來 我覺得馬斯克真的是要擔心 因為接下來的保時捷 他要出純電 純電器液吧 純電的鎧葉 陸續報導之外 還有頂級的純電SUV 既然講到了保時捷 我們就好好把它講進去吧 我們曉得 其實保時捷 它是隸屬於福斯汽車集團 我特別稍微圈 很快念一下 福斯汽車集團 跟特斯拉做競爭的 大概就是福斯 阿迪 保時捷 還有一個就是 就這四個 既然你都說 你要迎頭趕上特斯拉 那你必須怎麼樣 要有錢 因為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包括說 在2030年以前 福斯號稱 他要能夠在歐洲的電動車市場 就是以後他有七成車管 都是電動車 以後他有70%的車 都是要做電動車 在中國跟美國 至少也要拿到 50%都是電動車 那你要不要錢 他福斯自己推估了 到2030年以前 他可能要砸900億歐元 才有辦法達成這樣的目標 才有可能迎頭趕上特斯拉 他缺錢 這時候怎麼辦 沒關係 他福斯集團 就把他集團當中的頂梁柱 推出火線 就是保時捷的汽車 他決定把它分拆 直接讓他獨立 獨立有什麼好處 來 大家看 如果福斯集團 把保時捷的汽車 單獨獨立品牌分拆出來 那麼這時候 他就可以在上市的時候 把這個特別股拿出來賣 結果大家看一下 本來保時捷家族 當初就持有福斯集團 53.3%的股權了 因為保時捷家族跟福斯汽車 他們真的是過去亦敵亦友 他本來是要買福斯汽車集團 結果沒有買成 破局 那乾脆就乾脆合併 然後我持有你股份 那現在一聽到福斯汽車集團 為了要籌錢 要趕上特斯拉 竟然把保時捷汽車分拆出來 當然聞風趕快來買 所以目前保時捷家族控股 可能會持有未來保時捷汽車 如果分拆出來的話 25%的股權 但福斯也還保有75% 為什麼 我即使拿出來籌錢 我也不可能把它賣掉 因為我就是要用保時捷的光環 來跟你特斯拉校正 怎麼說呢 你曉得其實 特斯拉的車子是這樣 它機電液體是最有名的 就是說在它的電動車造車平台上面 它所做出來的每台電動車 跟它的電池 全部是特斯拉一條龍一體化 沒錯 那你今天福斯 你可能很會造車 可是你的電池呢 你以後的充電站呢 我今天如果要能夠打贏你 特斯拉不是只有車子的部分 跟電動車平台 還有一個我剛才講電池很重要 白白服系統 所以它現在就要以保時捷推上火線 我派你去打頭鎮 如果以後就由保時捷 我們叫領頭羊 帶領著整個福斯汽車集團 你知道福斯的老闆說一句話很有趣 他說我要達到 我剛才所說2030年以前 全面電動化至少七成的目標 我要讓每個買車的人會想到 買便宜 你就買了許可達的電動車 或者是ID 234567 那如果要買貴的 你就可以買到奧地 買到頂的 封頂的 你就買保時捷 好 這樣子看下來 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福斯所打的這個算盤 就是運用特斯拉的光環 對不起 運用保時捷的光環 並且利用保時捷去籌錢 還要保時捷去打頭鎮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我告訴各位 我剛才講到 保時捷其實在電動車的技術 除了在2020年 它推出台抗平地一聲雷 第二年賣4萬輛超過911 後來直接一年直接衝上30萬輛 他真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神主牌 品牌光環很重要 還有一個保時捷的電池 我剛才說800幅系統 它的充電速度比一般人來得快 它的放電的效率也一般車的好 你派他去打特斯拉 我就必須要講最後一句話 你的充電網 保時捷現在他還要推出自主的品牌 來做自由品牌的充電站 他用馬斯克所說的一句話 他說能超越特斯拉的 就只有特斯拉自己 但是現在能超越特斯拉的 很可能下一個會不會是保時捷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前訪北京訪問之前 祭出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先打算要制裁 中國銀行禁止使用美金 前幾天又指控中國 說在新疆實施了種族滅絕了 我要請教靜品哥了 他們到底為什麼在出訪中國之前 要動作評評而且劍指中國呢 那當然是美國現在要準備一些 相罵本去跟北京好好的談一談 如果你不肯這個順從我的觀點的話 那乾脆我們在現場有很多的這個 沒有辦法磨合可能就吵起來了 那這個其實也是山姆大叔 他們一直想要做的 準備了一些東西 那其中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就有報導 說有人提到 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訪華之前 準備起乘到北京進行三天的訪問同時 那美國的相關的這個部位 因為前陣子葉倫才去過 那他們準備草泥的一些制裁措施 切斷中國的相關的這個銀行 跟國際金融體系之間的一個聯繫 為什麼呢 這樣子是為了阻止北京 他去協助這個俄羅斯 他去這個相關的軍控產業的發展 因為他只有制裁中國的這個金融管道 禁止中國去使用美元 因為美元現在還是全世界主要的技價貨幣 你把中國的這個技價的這個貨幣 還有它的外匯收入的管道給切斷了 斷了 我看你中國的銀行怎麼跟這個國外的這個廠商 還有你國內的廠商 這些你要如何收款取款 除非你逃避美元交易 你用你的這個人民幣 好 那美國政府官員不只這樣 他其實在2023年的時候 他發現到去年一整年 俄羅斯的微電子產品竟然有90%來自中國 我不是封鎖俄羅斯的嗎 為什麼中國你還可以跟這個俄羅斯做生意 其實美國大概也發現有這個漏洞 俄羅斯而且把它用來這些電子零件 微電子零件 拿來製造飛彈 還有它的一個坦克跟飛機 然後相關的這個軍用商品 這個他都把它拿來做 這樣一個軍事的一個等於平台 那去年Q4的時候 第四季俄羅斯甚至它有一個價值 大概9億元美元的機械工具機當中 有七成來自於中國 尤其中國之前的 相對的一些工具機的機床 還有車床 幾乎都是銷往俄羅斯 非常大 所以超過七成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被發現了之後 中國的海關總署他自己有數據 你看在俄烏戰後打了兩年 照理說俄羅斯從中國的這個商品 應該是你不是平盤就是下降 可是你看你看這個數據 居然上升 粉紅的跟粉紅的是不是上升 對 中俄貿易尤其是在這個 所有貿易夥伴當中 你看它的這個整個貿易額 達到2401.1億 這個240億美元 超過了這樣一個這個金額 同比增長的超過25 已經到了26.3% 僅次於美國 日本 韓國 已經在中國的對外貿易國家當中 算是第四大的貿易夥伴俄羅斯 尤其是在俄烏戰 這個就不用我多說 非常明顯的 絕對跟這個戰事有關 所以俄羅斯因為被全球 整個主要經濟國家封鎖了 其實布林肯這次242526 今天開始三天的訪華 他在訪華之前他就有提到說 有關於中國的在新疆維吾爾的 這個種族的這樣一個 他們認為是滅絕的這樣一個行為 然後是反人類罪的一個受害者 所以布林肯要要求這個逼中方表態 因為在他出訪之前 華府公布了一個2023年 中國的一個人權報告 那人權報告除了提到香港的這個 這個民主自由的問題之外 他也提到在這個維吾爾族 少數的這個新疆的這個 少數民族的群體 中國正在實施種族滅絕跟反人類罪 超過百萬人被送到了這個集中營 中國是解釋說它是一個這個就業訓練中心 職業訓練中心 但是美方就認為說 這個是一個在教育營 是一個監獄 你要持續關注在香港跟新疆的這個人權 尤其是中國在新疆的這個種族滅絕行為 美方就是要叫中國你要給個說法 那美方不斷的步步施壓 不只是這樣 他甚至在這個菲律賓準備有三個禮拜的 這個美飛2024年的肩並肩的軍演 雖然軍演的這個人數 一萬六千七百名 比去年的一萬七千七百名少了一千人左右 但是規模還是算相當大 那這樣的一個兼命兼軍演有幾個特點 就是說在菲律賓領海之外 去年還在領海內 它頂多是在菲律賓西部的海域 就是在南海 南海我們一直知道 是中國跟美國和菲律賓一直有局域 有爭議的這個衝突的海域 那在菲律賓領海之外 而且你看這一艘船 卡里拉雅符號 這一艘船特別跟大家講說 這個是中國製的 這個是以前的一艘菲律賓用的軍艦 拿來當靶艦 它是在浙江台州中心造船廠 出廠的一艘運輸艦 卡里拉雅符號 退役了之後 美方跟菲律賓 你都有默契的 把它當成靶艦來把它擠船 那這不是故意給中國難看嗎 你造的船我把它打乘 那當然它是把它作為目標的 當然也是有象徵的意義 打給中國看 那美飛的這一次的 這個簽名簽經營2024年 它特別我說值得一提的是 它很靠近台灣的這個巴丹群島 巴丹群島當中有一個雅米島 雅米島距離我們這個台灣的 鵝鵪比這個燈塔 大概不到200公里 196公里左右 那它的雅米島 距離我們的蘭嶼更近 離我們蘭嶼只有90公里 不到100公里 然後他們希望 老美希望在這個巴丹群島 跟雅米島上面 他們要這個放海馬仕 海馬仕的這個飛彈 火箭彈還有飛彈 然後而且還可以有這個 反艦飛彈在那邊部署 那劍子的是 也有保護台灣的味道 然後也是劍子的中國 還有這一次呢 他們這個跟澳洲的國防軍 還有法國的海軍 他們一艘巡防艦 也會同時參與 美飛監命間的軍演 這是第一次破天荒 法國你看 從歐洲都跑來參加了 那澳洲在隔壁就不用講了 然後而且還 首次在這個演習奪島軍演 美飛奪島軍演在南海 當然也要特別提到 劍子的就是 我們的東沙島跟太平島 不是要奪我們 而是擔心我們萬一 這個老共打過來 把東沙島太平島搶走了 他們要進行奪島軍演 我就白話的跟大家講說 有這個意味在 所以 中國的軍方看到一定是很刺眼 北京不只是在這個同一天 也要跟這個 北非兼兵兼軍演互別苗頭 就是他辦了一個 西太平洋海軍論壇 當然了 北京今年中國是 中方是輪子國主辦方 他在這個北京還有這個青島 特別去辦的這個 還故意開放這個外國媒體 去參訪他們的海軍潛艦的這個單位 還有這個訓練學校 所以你看各國的海軍人員都在這邊 美國的這個海軍作戰部長 他也到了這個現場去 但是你用這樣的一個大拜拜的形式 去跟這個美國互別苗頭 相形之下 似乎在這個一個文一個武 有點失色不少 所以現在布林肯看起來 其實動作還蠻多的 一下制裁 然後一下說他在實施這個種族滅絕 另外一方面又進行了軍演 但是中國方面 他是不是只能隔空喊話 用叫囂的方式 用打放話的形式 來跟老美對抗 是的 我們看到這個中國外交部 他們是出動了這個 大洋中美洲師的這個官員出來 來對於這個布林肯要訪問北京 他有幾個主要聚焦的五大目標 所謂他說不要讓分歧主導來中美關係 也不要這個觸碰中方在台灣問題的立場 還有什麼民主人權 剛剛講的香港跟新疆的之類的 還有包括這個發展的道路制度上 以及發展的這個權力問題上的紅線 他這其實有點是先嗆嗆 先把這個醜話說在前頭那種未到戰 可是就像剛剛佳芬你提醒的說 中方你難道只有淪為官方出來放話 還有官媒出來這個講一講 是啊 要不然怎麼辦 他們總不能悶不吭聲 中國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 很容易扮演起來的一個算是大國 很容易這個壓起來的 陣子還是要 對 你剛剛就是說到核心問題 所以既然面子要 官媒就不能不講話 他們的鷹派官媒 就是我們常提到的環球時報 就突然發了一篇社論 他們提到說布林肯訪華前 我們先給美方打個預防針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美方你這次要來這個中國訪問 我們必須要讓你知道說 你不要有一個壓服中國的一個心理 你不是來壓我們 為什麼 你在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以巴衝突 俄乌戰場 芬太尼的毒品氾濫問題 跟俄乌的戰場上 還有這個以巴的衝突 跟伊朗之間的調集 還有朝鮮半島的北韓 這個小老弟 你是不是要我們去配合你 好好的在問題上 大家有一個共識 你要我們協助什麼 就好好的以好氣的來談 你不是帶著剛剛想要來指責我 你新疆怎樣 你香港如何 你南海又怎樣 然後到處指責我 你這樣叫我怎麼談 你是壓著我的頭 要跟你低頭 然後來跟你這個低聲下氣的談 這是中方 所以故意說我要打預防針 我先告訴你 我透過這些官媒來放話 我透過了外交部的官員 先講醜話給你聽 但是美國會理他嗎 你們不會理他吧 是啊 美國當然不會理他 你講你的 好 讓你發洩一下 所以為什麼美國不會理他呢 因為海外智庫天軍政經的文章 就有提到說 習近平是不是掐住了拜登的軟肋 這個高官挑釁去開打金融戰 他就有提到這一篇文章裡面說 因為一場廣泛的 美中之間的金融戰 已經悄悄的開打 美國最致命的戰術 他說還沒有被使用到 是因為北京當局別無選擇 為什麼沒有選擇呢 因為這一篇專文裡面提到說 美國它有一個SWIFT SWIFT就是環球金融之間 各個國家之間的 它的金融體系的 一個電信協會的貨幣交換 那當把SWIFT這個貨幣 一攬子的貨幣 你的人民幣選項不在裡面的話 我用美元也把你封殺 那你這個核選項的話 就是美方最大的一個準備 和他拿在手中的一個王牌 所以這個目前的 美國最致命的這個核選項 形容為核選項的戰術 它還沒使用 也就是說 它還沒有完完全全 用所有美元來封殺你 剛剛我不是說 中國跟俄羅斯的交易 已經達到超過2401億美元了嗎 對 那以後不只是中國 那你中國你跟美國 中國你跟這個韓國 日本 你前三大貿易夥伴的這個計價的話 我都用美元封殺你的話 你要跟俄羅斯一樣嗎 所以我才說 這是形容為最後一張王牌 而SWIFT的制裁 造成的影響非常的大 可能會讓中國每年損失 超過3000億美元的貿易 超過900億美元的 這個外商直接投資 還有800億的這個 對外直接投資 所以如果這些制裁 都引爆的話 可能這些資本外逃 就是外商加速撤離 中國的這樣一個海上 可能就來臨了 好 接著來關心台股 今天開高走高 大漲了532點 這會是跟6月份 黃仁勳要來台灣有關心嗎 廣達最近迎來了 最強的AI伺服器大丹 這張牛屁股要大翻身了嗎 如今廣達跟鴻凱 是不是要上演 代工王者之戰了呢 威姐今天要先來帶我們了解了 哇 今天的台股 包括了整個 包括了廣達 包括了這個泛紅和集團 都是一片紅通通 沒錯 其實一掃前幾天的陰霾 直接緊噴500多點 至少漲了532點 今天一下子已經 站回到2萬點 而且來到了20131點 但是這裡面是最重要 今天很有習慣 就沒有 你可以看到 哇 超級兩大集團 這兩大集團很有戲 你可以看到廣達 廣達直接就給你噴到掌停板 而且裡面 鼎田廣民通通都是在掌停板 另外一個就是鴻海 鴻海一片紅通 而且我跟你講 它爆出了至少19萬張的大量 大家就在想說 鴻海 廣達兩邊三招三招 他們到底怎麼回事 到底是在為黃仁勳6月來台北 在暖身 還是其實是在幫廣達林白裡暖壽 我跟你講 很難講 你很難想像 這兩大企業集團 以前人家說所謂的毛三道師 很難打 很難長的牛屁股 今天我跟你講 他們兄弟兩個 快20年前了 兩個人從實質警扣 NB打到分道揚鑣 現在今天狹路相逢 一樣在AI尬洽 為的是什麼 那個男人 6月份黃仁勳 那個男人又要來了 我跟你講這一次 6月份的台北的超級國際電導展 新光閃閃 全球一流的一級的大咖 AI教父全部通好來出黃仁勳 你看蘇之鋒 教母也來了 那還包括像是季辛格 比如說這個英特爾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超級的大咖 美潮為良健厚 這都我們台灣之光 全部來台灣尬起來 為什麼我們台灣擁有全球 最密集的AI供應鏈 而且這裡面其實 佳芬你知道嗎 他藏著那個男人的野望 在哪裡呢 我跟你講 黃仁勳自己說的 未來這個AI會發展速度有多大 光生成實AI的經濟規模 你猜有來到多少 百兆 就是上百兆美元 我跟你講不是我們念錯 上百兆美元 相當於現在NVIDIA 2024全年現在的營收 超過了1642倍 你可以知道 這三個字關鍵在哪裡 要買得起 這代表什麼 現在基本上全球AI 不是你獨吃嗎 回答 所以可見你太貴了 一定是手貴 對不對 重點就在買得起這三個字 好 那為什麼這樣 來 館員們我們來算一筆 現在這個B200 是現在它的主流的 回答的產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硬體成本 其實才6000扣美元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可以賣多少 3萬到4萬美元 轉手賣出賣這麼多 你看它的毛利怕死人 難怪回答股價拼命長成這樣 因為它的毛利率居然可以 來到了將近8成5 所以你是不是賣得很貴 真的是很貴 那你覺得它貴鬆鬆 所以開始大家就自眼晶片 META我也要自眼晶片 這個微軟也要通通要自眼晶片 因為你太貴了 那它就講說不用擔心 你如果嫌這樣太貴 我還有更好的方案給你 什麼方案呢 它打算未來季步 GP200 現在不就是讓廣達跟紅海 大噴的一個主要原因嗎 那除了要賣這個給你 我跟你講 你不用擔心 全球的大小企業 我要如何當作 到時候大家買得起 只要你全部通通給我 經濟規模怎麼說 以前很多人認為 我AI我只是賣一個鏟子給你 譬如說我只是賣AI晶片 不好意思 你還要自眼晶片 你不用忙了 未來你都要靠我輝達 我像你 它整個機櫃要出來了 現在就像你在挖一個礦山 我剛開始我是賣你鏟子 就像AI晶片一樣 他希望未來 請你買輝達整座AI礦山 你能跟得上嗎 所以現在他打算 直接未來要出什麼 就是GDX B200 以前你現在嫌他貴 未來我跟你講他更貴 他只做礦山 你現在各大企業 怎麼去忙這個東西 如果他這個對方整機出行 我跟你講他要靠誰 他要靠台灣 他要靠下一個 我們看到他要靠廣達 今天廣達祕密武器 今天緊噴 而且接下來還會再一路 有機會往上的主要的是什麼 當然就是他的楊麒麟 楊麒麟其實他跟黃仁勳 你早就是麻吉麻吉非常多年了 將近20年 你看這都是廣達有沒有 這個梁四鎮 還有這個楊麒麟 但是在這裡面 環抱兄弟的過程當中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GDX B200 GDX B200這裡面 而且還剛剛已經告訴你了 不是只有賣你鏟子 不是只有賣你AI晶片 現在他整個機櫃 全部要出貨給你了 未來他賺更大 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廣達光是因為這樣 為什麼這樣 這個集團裡面的個股 這樣噴到漲停 我們看一下他的密碼 你可以看到除了GDX B200 他整個伺服器整機 不是整紙片 整機要賣給你 今年9月就要出貨了 這就是今天大漲的主要原因 還有一個地方 伺服器他未來的營收 去年2023才兩成 現在未來他伺服器 廣大就要佔到五成 一半整個集團 一半都在做這個 那現在還最重要的是 譬如說Google 亞馬遜 這個Meta 他們的GDX B200的大訂單 你不要自言晶片了 浪費你的時間 趕快來買我 我跟你講未來 他整個機關賣給你的時候 已經變了多少錢 前面只有三四萬對不對 加分 現在整個機關賣給你 未來有兩三百萬 三百萬 全部 你不用 我們整座礦山 自己穿邊邊 給你 我跟你講 接下來哪一台 將近一億 所以你要讓全世界 各小企業全部通通買你了 我跟你講 先解決 這個大型企業 能不能買得起 這個主要的問題 現在除了這個部分 未來更樂觀的 他到時候雙位數的成長 以前你說他毛三到四 對啊 抱歉 我跟你講 未來可能是30到40 超過以上 不得了了 對 而且為什麼我們說廣達 今天他的三家個股 全部噴到漲停 你看一下 各家 譬如說我們也全部都在搶這些訂單 來自Google Meta 這微軟 Amazon 我跟你講 來自雲端伺服器的訂單 廣達全吃 你可以看到 這是廣達 這是圍影 還有鴻海 音樂達 可是你看 這四家裡面 只有廣達 全部都吃 對 你看其他各家 可能會缺誰的訂單 只有他全吃 而且你可以看到 光Google 他吃到多少 50以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廣達 今天有底氣 很重要 井噴的原因 當然有一部分 真的重要的工程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林白莉 董事長 當然他也是生日快樂 他在他生日的時候 正好這個訊息發布出來 但是林白莉 也不是為了今天生日 這個太單純了 我們可以看到 他不僅打造了 整體廣達AI雲 未來他包括AIPC 不是只有伺服器 對 未來連PC 未來的成長力 光是今年夏天 他就可能可以開始 推出廣達的AIPC 而且到時候 他全球滲透 就是說賣到全球的 這個滲透率至少 這是未來 絕對是數倍在成長的 在這裡面 除了AIPC 還有AI的電動車 是 現在AI的電動車 現在其實他們已經 早就佈局了 大概20年前已經被佈局 AI伺服器 其實2016年前後 他們現在找到的 一個重要的訂單 來自於誰 就是通用 通用現在正在做 這個重要的一個電動車 但是現在不只是電動車 他還有AI 所以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廣達 哇 股價 這麼噴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 除了這個廣達之外 還要來看鴻海了 廣達哥鴻海 現在是不是兩個人在PK 要搶這個代工龍頭的寶座 沒錯 而且以前兩個兄弟 實質緊扣 後來分道揚鑣 沒想到現在我們又在 狹路相逢 你很想要回答 那個男人對不對 我也要 而且今年你可以看到 鴻海的展示會場 就在今年 今年你可以看得到 黃仁勳本人親自簽名 它上面寫什麼 Amazing false count 就是什麼 幾乎是讓鴻海 簡直是讓人驚豔的一個鴻海 為什麼黃仁勳初次來講 而且我們好幾次講到GB200 暗號200 神秘數字 對 神秘數字 因為你就知道 回答真的給他鴻海 完全翻轉他目前的現況 你看他現在鴻海 如果現在有美系外資 我們已經之前跟人家提過 為什麼 把它從126直接調高到181元 為什麼 而且是本一比其實很低 因為就是因為GB200 然後黃仁勳親自提名 都有一些美感 因為光營收 它至少有19到62% 左右的營收的成長空間 將近六成多 更重要是毛利 以前你說我毛三到四 沒有 我現在毛利 將近30% 不一樣 我跟你講這完全是 徹底的完全不同 但是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黃仁勳跟富士康 或者是說跟鴻海之間 突然要這麼的緊密結合 你知道原因在哪裡嗎 我跟你講 富士康最近的異軍突襲 特別是鴻海 鴻海骨架近期的噴漲 我覺得跟一個重要的一個 除了GB200 更重要的是跟 輝達本身有另外一個新的架構 你猜是什麼樣的架構 它掌握到的 因為輝達現在也碰到很多的麻煩 輝達現在碰到什麼 反輝達聯盟 整個全球有很多的企業 就是要打敗輝達 覺得它實在是太大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從GB200開始 而且你可以知道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過 GB200它是什麼組成 因為今年它發佈出來的 Blackwell 它是一個新的架構 它的效能 你要自研晶片嗎 你根本打不過我 因為我現在Blackwell的GPU 它是兩個GPU 加上一個Grace的CPU 整合起來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的自研晶片跟不上我 你的光層性能效能 完全追不上我 所以在這裡面大家會怕 因為你的東西那麼貴 我買成本過高 所以我該怎麼辦 現在這裡面 如果有了一個 所謂的反輝達聯盟 你覺得黃仁勳要怎麼做 難道坐以待逼嗎 當然不會 我要達成我的野望 我當然一路窮罪 讓你們追不上 把你累死 在這裡面 它拿出了一個祕密武器 我們也跟觀眾朋友報告過 就是NVLINK 這是未來 大家都沒有想過的 NVLINK 這裡面我們先講一下 它代表一些什麼 如果你擁有了一個反輝達聯盟 在裡面有誰出 在這裡面 你看 它的頭號對手叫做超維 還有像是斯科 或者是英特爾 全部在這裡面 還有誰呢 像是博通 MICROSOF 全部通通都加入了反輝達聯盟 你做得太貴 你可能壟斷 所以很多人 已經打算要跟它打 第三場的戰爭 哪三場 第一場 就是在運算力的部分 運算力大家都知道GPU了 這大家都已經知道 HPM 跟COAS 大家也都講過 因為它是設計儲存的部分 現在重點疊通訊 就是這個交換機 就是這個NV-Link 那誰來幫它做了這個NV-Link 在連接這個晶片的部分 就是鴻海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鴻海 在這裡對這段時間 讓它Amazing 讓黃仁勳很開心 那個主要原因 因為你要打敗一大堆的反輝達聯盟 最後的秘密武器 居然是在交換氣板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 在GP200 現在大家都已經知道 講GP200也有廣達什麼都有拿 可是你看 你看 能夠真的整個機櫃 目前還在搶的有鴻海 有廣達 大家都還在搶 可是真正的交換器板 管理人員 你要看清楚 交換器板是誰讀哪 就只有鴻海讀哪 對 那當然運算板的部分 也有別人拿 可是你知道 這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以前如果只有單獨的這些晶片 它可能要驅動它的時候 要單獨去運作 那這裡面以前都卡卡 你就算運算效能更厲害 都比不上解決中間的交換器 立刻增加了動能來得快 所以現在真正的殺手劍 要抵抗反輝達聯盟的 第三場戰爭制勝的武器 居然就在交換器 而誰讀哪 居然就是鴻海 這就是為什麼鴻海 能夠在今天 你看它的這個集團個股 也通通都噴漲 接下來年底有機會 上看冷霸空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因為它在這裡面 不僅卡位到了輝達 更重要的它卡位到反輝達聯盟 它主要在打這場戰爭 它要成為主將 所以交換器 會不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神秘武器 這大家值得拭目以待